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武统和行众党这对斗了几十年的拉万 现在处在同一个团结政府底下变成了康万 两党甚至在来临的周选第一次呼吁各自阵营的支持者 要把票投给对方 理论上来看的武统和行众党的结合 彼此的力量应该会为各自加分 但是政治不是说一定就是一加一等于二的数学题 在现在的问题看来两党成了盟友 却让大打种族和宗教牌的对手国盟捡到了枪 就利用两者的合作来攻击团结政府 来临的六周选举 火箭和巫统这场政治联盟的处女秀 究竟会不会一加一少于一 又或者会产生强大的化学作用 比二来得更大呢 他们的如意算盘能不能打得响呢 从过去几天的形势看来 这还要看投行动党这一步棋 现在在巫统党员和支持者当中 会不会引发负面效应 就是逆火 backfire 而且这把火是可大可小 如果是熊熊烈火烧起来 可能会反过来烧到巫统 甚至更极端的情况会烧到整个团队政府 前天晚上巫统召开了最高理事会会议 有份出席最高理事会会议的成员 不爱就告诉记者 巫统党员只是受促要支持团结政府的候选人 而不是支持行动党 而阿末马斯兰当天也在另外一场活动上表示 在来临的六周选举当中 选票上是不会有行动党或者巫统的标志 选民只会在国阵 西盟 国盟 这三大联盟之间来做一个选择 巫统当全派领袖 现在说话都是非常有默契的 就是好像想努力的 把行动党这个敏感的元素 稍微把它淡化掉 巫统和行动党 真的是不适合一起打选战吗 相爱不能光明正大的手牵手见人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 华言智库研究员郑明烈 他在接受《八点最热报》访问的时候 他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他说其实从选区划分来看 巫统和行动党才是最佳拍档 为什么 因为双方抢的是不同的票源 而双方也没有太多重叠的议席 巫统上阵的议席 一般是以乡区马来选民为主的 行动党上阵的议席 则是以城市非马来人居多的 所以他们从来就不是直接的竞争对手 也因为这样 反而可以在对方的选区 帮忙拉到一些原本不属于他们的票 但是国际伊斯兰大学政治系副教授沙扎 他却认为巫统和火箭的合作 会成为国盟最强大的武器 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剪刀枪 因为这将会让国盟有议题可以发挥 来攻击行动党或者是巫统 国盟会在马来社会就大骂巫统 说巫统现在出卖马来人了 为了权力宁愿和威胁马来人权益的 那个行动党来合作 而在不是马来人的选区 国盟就会大骂行动党 说他们背叛原则 狗狗声声说要反贪污 现在为了权力宁愿出卖原则 跑去跟那个贪污的巫统合作 国际伊斯兰大学政治系副教授沙扎指出 火箭巫统结盟打六周选 让国盟可以集中火力双向开工 一方面炮轰巫统和威胁马来人利益的火箭合作 出卖马来人 而另一边乡也炮轰火箭 讲一套做一套为了政权 表面上反贪却和贪腐的巫统合作 出卖原则 人家说最最好的选择 他们现在是使用这些努力 对这两个人 即使对 UMNO和DAP 如果我们看见 对他们的 肯定是他们的 它是比较坏的 但是 PN会认为这些努力 是一件事与他们是一件事与 是一件事与他们是一件事与 所以我看见这些努力 这些努力是一件事与 虽然明知道跟火箭合作 就像是给国盟送武器 但是巫统还是决定在来临的周选 要自家的支持者投火箭 因为从现实层面考量 行动党确实能够在选票上 给巫统增加胜选的筹码 华言智库研究员郑明烈指出 在第15届大选惨败之后 巫统必须在周选 稳住自己的基本盘之余 再拿下多一些选须 因此他们急需 火箭支持者的飞马来票 一些比较关键少数的区域 只要有20%的华人票的一个选期 这个对于巫统就是一个相当大的 一个关键 胜负的这个关键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说巫统现在也要测试 跟那个行动党看看 他的影响力有多大 而郑明烈更认为 现在巫统和行动党的现状是 大家联合次要敌人 来打击主要敌人 只要接下来的六周选举的 这场合作处女战里发现 双方都会为对方加分的话 那么他们未来的合作 将会更加密切 现在这些因素 而且现在的情况是 联合次要敌人 打击主要敌人 很快这些因素 会变成仇恨不是那么样的深 厌恨不是这样的深 而且这一次六周选举 是第一次出现一个 合作的一个状况 可能如果假设发现说 两个批子的那个 消除批子的敌意的时候 合作起来 对这选票就有更大的帮助的话 我想未来的合作可能会更密切 正名列认为 1119大选之后 马来西亚的选举已经变得 越来越难预测了 越来越没有办法像过去那样 我们单凭根据选民策 或者以往的选举成绩 就可以做一番分析 他说以我国目前的政治版图 和新的结盟板块来看 整个情况难以捉摸 我国的政治呢 也来到了一个测不准的分水岭 所以对于火箭和巫统的合作 究竟是1加1等于2大于2 小于2小于1 还是弄巧反拙等等 我们只有等到周选成绩 投票箱开的那一刻 才知道答案是什么 谢观看 李宗盛 是贺评的 最重要的画面 他说得太悲惨点 也许是在哪里